台大物理系記天文物理研究所吳俊輝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跟我一樣是台大物理系畢業 小五一屆目前正在史丹戸大學任教的郭兆寧教授 郭兆寧教授他是在1994年台大物理系畢業 1996年在武德元齊教授指導下 也在台大物理研究所獲得他的碩士學位 當完兵之後他就到美國加州大學博客來分校 U.C. Berkeley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在2003年獲得了他的博士學位 之後他先後到南加州的JPL 美國國家分射實驗室還有Keltech 這個加州理工學院認識這個研究員 在2008年的時候進到史丹戸大學 開始正教至今 那麼最近幾年來他有獲得幾項非常特別的 不容易獲得的獎項跟榮譽 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Sloan Fellowship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應該是記得沒錯 是2011年的這個NSF 就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這個Faculty Earlier Career的這個Award 那今天很榮幸邀請他到這邊我就廢話不多說 接下來這一小時就讓我們一起來讓他帶領我們一起聆聽 所謂的大霹靂的回憶 我們一起掌聲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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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 所以我說應該把它翻成大霹靂 因為你需要一個比較特別的字 爆炸太普遍了 但是最近有人告訴我這個像是布袋錫的這個節目 所以我想我有後可能會改為大霹靂 所以大霹靂開始有點 那很多人覺得說這個發現是一個大新聞 那我是想要講的最大的一點就是說 真正的大新聞譬如是某某人有什麼成就 某某人要怎麼講或怎麼樣 真正的大新聞是什麼 真正的大新聞是人類居然可以用科學方法 知道宇宙這個宇宙所有的東西是怎麼來的 這才是真正的大新聞 那大家一直想知道宇宙是怎麼來的 在哲學上在科學上 在這個宗教上都各有各的理論 那所以重點是在於這個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就是說 你有一個很精密的數學模型 做出一個很精確的預測 然後你去檢驗它 看這個預測是不是對的 你可以有你的這個函古開天辟地 各種創造宇宙的這個理論 但是據我所知並沒有一個 哲學或是宗教上的理論 可以預測這個有一個重力波背景 然後讓我們來觀測 那只有科學有這樣子的預測 然後我們去找它 然後現在看起來真的找到了 所以這是非常驚人一件事情 這個人家告訴我說 要給一個公眾的演講的話 你要先告訴他重點是什麼 那我剛剛已經告訴你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我們知道宇宙是很誕生的 可以檢驗的科學方法 一個非常嚴謹的測驗 來這個找它的答案 那第二點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為什麼要管這個答案 為什麼我們要管它 它好像賺不到什麼錢等等的 當然交代了這兩件事情 我才調適你說 我們到底找到了什麼 你怎麼去找它等等 所以這就是第二點 為什麼你要管這個問題 那這是一個地球的照片 那你如果看看我們地球四周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它像是汪洋中的一條船 對不對 附近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條船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發現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它沉調 一個是核子大戰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這個全球漫畫 那我們看到附近 我們就知道沒有人可以來救我們 這是為什麼要學天文學 看看附近有沒有可能 可以救我們的這個人 或是外星人或是什麼 那你就發現這個宇宙是非常非常空曠的 一個地方 我們把船弄成了 就絕對不會有人來救 這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一個每個人都應該進來的這個事情 對 弄成了就完了 那當然你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當然可以在船上有食物、有飲水 我們就可以過得很好的生活 但是人不會就是這樣 安於這樣子一個生存 我們會問說 你附近有沒有其他的船呢? 然後我們這個船是哪來的? 然後這個船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汪洋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要學天文學 為什麼要學宇宙學? 為什麼要不找外星人?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 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想的想法 那接下來就要開始想說 我們是怎麼樣做這個研究 那你就要開始知道這個宇宙是長得什麼樣子 那最大的一個觀念 對於一般人來說 高中生、剛開始的大學生 就是宇宙其實非常大的 那它大到比光速 光速是一個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它要大很多 那因為光速比起宇宙的尺度來說是很小的 其實它速度比不太快 因為宇宙實在太大 所以你要記得 越遠的東西它就會越古老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你看月亮的時候 它是1.3秒以前的月亮 它已經不是它現在的月亮了 你看太陽的時候是8分鐘前的太陽 因為光從太陽到地球需要8分鐘 你看北極星是400多年前的北極星 很多人認識北極星 你看仙女座大雲雲 這是一張仙女座大雲雲的照片 在秋天的時候 飛馬座四片星旁邊有一個像雲氣的東西 你看到的是300萬年前的仙女座大雲雲 當這個光發出來的時候 人還是源頭 你們知道嗎? 對 所以越遠的東西它就越古老 然後一路一直一直往前 你看到越遠它就越古老 然後最最最古老的一張光學照片 是哈勃太空望遠鏡它所造的照片 叫做哈勃深場 表示說它是看了看了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張 很遠很遠星系的照片 然後那些星系是幾百億年前所發出來光 我們現在才看到它 然後你要想說這個光跑了幾百億年 然後哈勃太空望遠鏡是十年前做的 做起來剛好來到這些光也真正很巧合 這是哈勃深場 你看到這個每一個點都不是我們銀河系的星星 就是我們銀河系以外的這些星星 尤其是這些很小很小的這些光點 每一個光點最後都會演化成像我們的銀河系一樣 有幾千億個星星 幾千億個星星 所以宇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地方 就算我們以後可以找到外星人 也只能在我們的銀河系找到 然後那只是一個銀河系裡面 這張照片就有多少銀河系 然後這是一張光學望遠鏡可以看到的宇宙邊緣 那我剛剛跟你介紹的這個 所謂的光速有限跟宇宙龐大的觀念 你套用在這上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已經是宇宙的邊緣了 我們很小的時候我們就說宇宙有沒有編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很確切的答案 我以前小時候以為 絕對不可能有人找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太難了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個非常確切的答案 這張照片就是宇宙的編 而且這個不是空間的編 這是時間的編 因為在這個之前的宇宙根本就不存在 因為它已經古老到比宇宙的年齡還老 所以這個是我剛剛說的這個 太陽是1.3秒以前的太陽 sorry 月亮是1.3秒以前的月亮 太陽是8分鐘以前的太陽的極致 你看到這張照片是時間的邊緣 再往前看宇宙根本都還沒擔心 那你說你一直在看一下 那到底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星系的中間是什麼東西 那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要解釋那個你就要從 你就要了解一個宇宙擴張的概念 這個並不是天文學家去發明出來的東西 發明這個東西發明那個東西 不是天文學家只是拿出他們畫眼鏡 從天上看就看到這個東西 我教這個天文學 對這個Stanford大學的這個 譬如說經濟系文哲學系的學生 我跟他說你只要記得一件事就好了 我說這些東西不是我們發明的 你聽起來很全 但是我保證我沒有騙你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你要記得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這個宇宙擴張 televisión圈 連公車司機都會問我說 宇宙如果擴張的話 扩張到哪裡去呢 從哪裡開始擴張 那這些都是無論 都是好像覺得說我們 smash 邊邊去那個東西 事實上你只要看 你剛剛看的那些照片裡面的星星 你去量它的速度 你就會發現它通通都往太陽還有地球遠離 這是一個觀測到的事實 然後你如果量它的速度跟距離的關係 你就會發現距離越遠的東西 它離我們的速度就越大 這是哈勃 是一個天空學家他發現這個現象 然後這是愛因斯坦的照片 那這個 他的這個解釋 他的模型的解釋就是說 宇宙像是一個空間 然後上面點綴了這些星系 然後這個空間本身在膨脹 然後你如果說在這個我們的星系 本銀河系旁邊有另外一點的話 然後這個空間在膨脹的時候 它離我們的速度不會太大 但是如果離得越遠的話 這個速度就越大 通常是把宇宙想像成一個膨脹中的氣球 然後上面的點就是各個銀河系 如果我們的銀河系 假設這是我們的銀河系 它旁邊就有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它距離我們的 它的膨脹速度並沒有很大 但是你如果量這點跟這點 它的速度 就會因為中間有很多空間的關係 所以它的相離速度就越大 所以這個宇宙擴張這個概念 可以想像是空間本身的擴張 然後上面的這些點跟著這個 也就是這些銀河系 跟著這些這個空間本身的擴張一起跑 有了這個宇宙擴張的概念後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壓縮氣體會發熱 這個大概都有多幾年 如果去交交車的話 打氣的時候一直越打越多氣 這個氣越打越爆 就會發現這個輪胎會發熱 這也是很簡單的物理概念 那這樣子推出來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宇宙一開始它的比較小 是處於一種壓縮態 所以宇宙的早期它是處於一種高熱的狀態 因為宇宙擴張所以什麼都小 你把同樣的氣體壓得很小的話 它就會發熱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早期宇宙是處於高熱的狀態 它熱到把所有的原子 現在我看到所有的原子通通游離 游離就是說它中間的電子跑出來了 中間電子跑出來 它整個物質就會帶電 帶電的結果就是說 它像太陽表面一樣 是處於所謂的電漿狀態 也就是它對光來說它是不透明的 那這層不透明的牆 就是所謂的宇宙背景符碎 也就是CNB 就是我過去十幾年來的研究的這個主題 所以這個想法很簡單 看得越遠就是越早之前的宇宙 越早之前的宇宙就越熱 所以你最後就碰到一面牆 這面牆就是說所有的物質都游離了 變得不透明 你往這邊看也是一樣的結果 往這邊看也是一樣的結果 因為看得越遠就是越早期的宇宙 所以這個宇宙背景符碎是你可以用眼睛 可以用這個光學方法 不是眼睛 或是應該說用電磁波 用光子的方法 來看得宇宙最早的模樣 再往前就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再往前是所有東西屬於游離態 然後它是屬於不透明的 那這個宇宙背景符碎 它是一個環繞全天空的火牆 往每個方向都看到同樣的東西 那它是在1965年的時候 兩位在貝爾實驗室的同學家所發現的 一開始他們把望遠鏡 這個微波望遠鏡長得很奇怪 就是這個東西 往天上看的時候 發現各個方向有同樣的輻射 那一開始他們以為是雜訊 干擾 或是他們的天線裡面有割憤或是什麼 後來他們全部都排除這些 而且發現天上就是有這個同樣的雜訊 不管你往哪邊看 都是同樣的這個強度 然後這個是當時1960年 證明這個所謂的大爆炸大霹靂的 最強的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一樣越早的宇宙就越熱 然後越熱就會熱到它發出所謂的這個 那個輻射 熱輻射 那這層強 這層火牆呢 上面帶有很多訊號 我等一下會講是什麼訊號 那第一點就是它是一個完全是屬於熱輻射 熱輻射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它是由壓縮所造成的發的熱 第二點 在這個很均勻的這個溫度上面 它有一些溫度的起伏 那這個溫度起伏是怎麼來的 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我等一下會講 那在這個溫度裡 在過去20年來 這個物理學家對於宇宙的組成 歷史啊等等研究 就是靠著這個研究這上面的溫度起伏 已經非常透徹的了解 了解的程度是非常驚人的 你知道物理是一個非常精密的科學 在這個 在自然科學中它是也屬於非常精密的科學 這個10%的精密度是不夠的 5%也不夠 1%甚至都還不夠 你如果徹底了解一個現象的話 你應該可以預測它的值到0.001% 那基本上對於這個宇宙的了解 已經幾乎到這個程度了 已經到比1%還要清楚的程度了 現在根據物理定律 物理定律已經知道非常清楚了 你如果給定一個宇宙在誕生之後 一個微秒 一個毫秒的初始條件的話 用我們的物理定律就會演化很顯然的宇宙 這聽起來是非常驚人的事情 一開始給它一個初始條件 然後一開始的初始條件在重力的運作下 會造成星系的運作下會發出輻射 然後形成這個恆星 形成行星 然後最後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宇宙 從一個這個毫秒到現在的宇宙 已經基本上是表情得非常好 當然還有其他小的問題 但是並沒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本身的研究和很多其他這個領域的人 研究是在想說在誕生後0.001秒之前 也就是從誕生了一瞬間到一個毫秒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能夠造就這樣子的一個初始條件 所以我們一直往前推 推到頂端 你如果對考古學有興趣的話 這是考古的極致 就是說最古的東西 所以你對考古學有興趣的話 你應該瞭解為什麼我們要去研究宇宙 那這個演化的這個方式呢 就是說你一開始在誕生的時候 在一個毫秒的時候 它有一些密度起伏 這個地方它的密度高一點 這個地方密度低一點 密度高的地方因為它重力比較強 它就會再搶更多的物質過來 最後形成一個星系 這個叫做所謂的重力的不穩定 因為重力只有吸引力 重力沒有排斥力 所以在重力吸引力之下 一開始很淡淡的結構會一直增長 然後形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星系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星系 結構 我們現在知道它都是有一個 一開始很小的密度起伏而形成的 而且你如果去跑這個電腦模擬 你只要丟進去正確的這個觸使條件 這是一個芝加哥大學所做的電腦模擬 然後你就讓它根據重力定理 非常簡單的重力定理去演化 你就會發現一開始比較多物質的 它就會去吸更多的物質 然後最後形成這個各種結構 各種星系結構 第一點 宇宙並不是在旋轉 這只是讓你看得比較清楚而已 你不能旋轉真正的宇宙 這是電腦模擬 第二點 它在這個模擬的過程中 宇宙當然是在膨脹的 但是它是一面膨脹一面離得越來越遠 所以這只是電腦模擬而已 所以它讓你看到這個結構是怎麼產生的 那事實上是這個一邊吸聚這些結構 一邊這個尺度還是在擴張當中 如果你拿現在電腦模擬所形成的星系結構 跟我們去觀測的星系結構比 你猜不出哪一個是模擬 哪一個是真正觀測到的 這就是我說現在這個宇宙學家 對於這個宇宙結構的了解是非常驚人的 很多人說這個科學有很多很多不能了解的事情 但是每當我給一個這樣的演講 或是告訴我這個哲學學生 或是英文文學系的人 我告訴他我們其實非常非常了解宇宙 我們不了解的東西其實是非常非常小的部分 這就是回到我剛剛說的 這也不是我編的 我們科學家知道的東西真的是非常多了 但是你如果一個很簡單的想法說 你們還有很多東西不知道 所以我要去相信這個超能力是什麼 但是我想我最主要最主要的這個訊息 就是說其實我們了解的東西是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我們不了解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這個一開始這個密度起伏呢 就是一開始這個雜訊怎麼來的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雜訊 一開始沒有這個這邊多一點 那邊少一點的話 在重力的作用下 宇宙還是處於這個平滑的狀態下 一開始沒有這些種子的話 它後來還是處於很無聊 還是一個很無聊的宇宙 那這個一開始的起伏啊 這個密度起伏 它雖然很小 多小呢 它比0.01%還小 但是你必須要有它 為什麼 因為 它是重力凝聚形成形細 行星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所有東西的初始種子 你如果沒有這個種子的話 就不會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宇宙就是很均勻的氫原子 另外一點 到底是誰把這個初始的這個密度起源放進去的 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相信它跟量子力學有關係 那你如果了解說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你就可以了解 在宇宙誕生的一個毫秒之內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它有這兩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最清楚的 這個雜訊最清楚的 並不是在這個星系裡面看到的 它就是在這個CMB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面火牆 上面的一些微小的密度起伏 因為那是最早最早的光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直接看到這個密度起伏 那時候密度起伏很小 但是這個也很清楚很清楚密度起伏 現在我們用現代的儀器很容易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不過它是在1992年才首度被發現 那這個物理學家通常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量這個天上的各個地方的溫度 然後製成一張圖 製成一張各個溫度的圖 然後我們做一個有點像這個音響等化器的這個分析 就是說長尺度的大尺度的東西放一邊 小尺度的東西放一邊 你知道音響等化器吧 就是這個低音重低音有多少成分 然後高音有多少成分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這張圖叫做這個平譜 叫做角平譜 意思就是說譬如說這邊有一個大塊藍色的東西 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這些小小的點 看它的成分有多少 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這樣子的一張圖告訴你說 它在一個某個尺度 一個角度是一度的時候 它有很多結構 就是你看到這些點 你看到像這個雷射這個點的大小 的結構是非常多的 那尺度再小的結構就很少了 比這個雷射點還要小很多的尺度 是自然而然不存在的 那這個平譜 我現在讓你看到這個平譜 並不是我們的研究 是這個一個人造衛星計畫 叫普朗科人造衛星計畫的這個結果 上面有很多實驗的點 就是這些紅點 然後還有一條這個綠色的線 是理論計算 是很簡單很簡單的物理理論 電磁學 熱力學 一些統計學的計算 沒有亂七八糟的這個物理理論 然後它是完完全全相符的 這個也一樣是我要強調的 你只要給宇宙一開始出十條件對的話 它後來發生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們預測混合 這個東西是一樣是編不出來的 那這張圖最重要的 這個要告訴你的訊息就是說 我們對於宇宙了解的程度不夠大 非常驚人 那這個這兩位是諾貝爾獎德主2006年 他們一個 第一個是找到這個宇宙的這個背景物是上面有溫度起伏 另外一個是證明這個宇宙背景輻射是像一個熱輻射 對 這個就是我最重要的訊息 我們對宇宙的了解是非常非常精確的 但是還是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即便你能夠計算出這樣子的理論跟實驗精確的吻合 你不知道的事情是這個大霹靂或大爆炸 它初始的推力到底是怎麼來的 也就是說在一個毫秒之內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把東西往外推 那這個初始密度起伏又是怎麼來的 你假設一個密度起伏的這個形式 你可以計算出這樣子吻合的結果 但是它並沒有告訴你這個密度起伏到底是誰溜進去的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要講到暴漲理論 所以所謂大霹靂或大爆炸跟暴漲理論是不太一樣的 暴漲理論是要解釋真正一開始發生的那一瞬間的事情 那所謂大霹靂 基本上你看到這個宇宙被影射 你就知道以前是屬於高溫高壓的狀態 你就可以說你已經證明大霹靂或是大爆炸 那通常這個是暴漲理論 是歸功於這兩位理論家 在1979年和1980年初所提出來的 一開始最初始的理論是Guth他所提出來的 後來他發現他一開始所提出來的暴漲理論沒有辦法結束 就是比如說會一直持續暴漲下去 不會造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那後來是這個Linde這位先生 提出一個正確的模型 能夠讓這個暴漲結束然後變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所以通常暴漲理論是歸功於這兩位理論家 這張照片是我們記者會那天派的 3月17號在兩月禮拜前的時間 那我剛才講到這個宇宙微波背景是最早最早的光 但是你如果要了解要研究暴漲本身的話 它還不夠長 它還不夠古老 因為它所發出 它是一面牆 我剛才講的它一面牆 之前是不透明的 高熱不透明 像太陽表面一樣的火牆 所以它等於是把宇宙早期完全擋住了 那時候你看到的那個光的那個時候 宇宙已經40萬年了 已經是40萬年的年紀了 這跟現在137億年的年紀比當然是一瞬間 但是這個暴漲是發生在0.0000001秒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光靠宇宙微波是看不到暴漲本身的 所以我們就用另外一種媒介叫做重力波 重力波就是一種最早是愛斯坦提出來的 我等一下會多講一點 那這個重力波的性質就是說 它跟物質的交互作用非常的微弱 也就是說不管當初的密度再高 再不透明 重力波還是可以完全穿過它 也就是說你在暴漲發生的時候 產生的重力波是完全沒有問題 可以穿過這些高溫高壓高密度的這個物質 然後到後面的宇宙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很難直接測到重力波 所以我們的實驗的方法就是 我們找重力波在這個宇宙背景輻射 這就是那邊有火牆 上面所留下的印記 所以這樣可以了解吧 一開始這個暴漲是發生在 宇宙的年齡是0.0000001秒 30幾個零 發生的事情 最後有個1啦 然後這個重力波最後在這個宇宙背景輻射 也就是當這個宇宙是40萬年的時候 留下一個印記 然後之後的宇宙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就用光學的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這個印記 就是微波的方法直接看到這個印記 然後推出 這個是暴漲時候所發出的重力波 所以這是我們基本上的這個一個策略 重力波可以讓我們看得更早更遠 那越遠就是越早 就是我一開始講的那個概念 那暴漲理論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它這個是30年前提出來的理論 這個地方就有點難了 但是最簡單的想法就是說 它想要讓我們看到的宇宙是到處都很均勻的 除了說因為我們有這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效應 看得越遠就是越早 所以等於說你必須把時間 有多一點 想要好嗎 再說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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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